我們現在來試看看,順便介紹一下這個三色LED 我們之前是介紹單顆的對不對 三色的還沒介紹 那我們在這個上面 是不是有一顆這個 這個就是三色的 這個就是三色LED 那它因為已經燒在上面 所以你們等一下要注意一下 我們要拿的這個積木叫做三色貢陰的 貢陰的 因為它有兩種 那這個是跟它接角有關係 那麼這個接位這樣應該是沒有問題 這個是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我們的積木囉 你來找這邊 一樣LED會不會給你什麼數值 不會對不對,只有顯示而已 所以我們找到原件對三色LED 有沒有發現老師剛剛特別跟你提醒的 上面有一個這個 下面還有一個叫三色貢陰 所以我們要哪一個 下面這一個 在Smart上面的是這一個 這個是跟它那個電路板的那個電位有關係 所以你要找到它之後我把它放下來 好,這樣子就OK了 那我怎麼知道到底LED到底會亮還是不會亮對不對 你可以先暫時把這個先拿到外面沒關係 我們就先不要執行它 我們很單純的 先確認一下我們的LED燈亮不亮 有沒有設定LED的顏色 好,你就來這裡 好,先設定它紅色 然後呢 你不要馬上就射 然後就變綠色 藍色 這種事情 它一下就做完了 所以你叫它修單純給我看清楚 怎麼辦 有一個在這裡 進階裡面有沒有叫做等待 有看到 進階裡面有一個叫等待的積目 你可以跟它講 你顯示的等我一下 等我看完確認一下 有沒有看到 你比如說你等兩秒鐘 然後你再換下一個顏色 再換下一個顏色 再換下一個顏色 然後換完再等一下 我再把它換成 如果你要把它關掉怎麼關 因為三色的它沒有一個暗或off 我們標準LED是有一個開跟關對不對 這個沒有你就把顏色設為黑色 它就等於是關掉了 這樣有沒有了解 所以你看我這個先拉旁邊 我把它設成黑色的 好,我們先play一下 先確認一下我們這個光 會不會亮 紅色 等一下 這個重新連線 再一次喔 再一次喔 紅 兩秒 有沒有 這樣有看到了 所以你先確定 你能不能控制它 記得這個地方最容易錯的 就是這個選錯 不是選共鳴的這個 可以嗎 好囉 那換你囉 我們先確認好 等一下我們再跟我們光鳴做結合 那就再考慮一下 所以說